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看来 答案很简单 也总是如出一辙 我始终想知道 为什么赚钱没有成为学校的必修课 日复一日 老师不断地向我们脑子里灌输的是这样的东西 上学才能找到工作 如果你不上学 你就别想找到好工作 为什么要上学 这让我忍不住要问老师 找到工作的动机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 既然找到工作的目的是赚钱 那为什么不开门见山 直接教我们如何赚钱呢 从来没有人回答过我这个问题 皇帝没穿衣服1837年 丹麦人汉斯 克里斯蒂安 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发表了童话 《皇帝的新衣》The Empress New Clothes 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从前 有一个皇帝 他只关心自己的衣服 并穿着他们到处炫耀 一天 城里来了两个骗子 自称能够用最漂亮的布为他制作最精美的服装 不过 据他们说 这种布非常特殊 那就是愚蠢的人或出身低微的人是看不到的 皇帝对于自己能否看到 布略感紧张 于是先派了两个他信任的宰相 去看看这种特殊的布料 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布 但是 他俩都不承认自己看不见 反而满口夸赞 随着有关这种特殊布的消息越传越远 城里所有的人都对获知他们的邻居有多么愚蠢 产生了兴趣 之后 皇帝同一两个骗子用这种特殊的布为他制作衣服 他还要穿上新衣游行穿越整个城市 尽管他知道自己赤身露体 却从来不敢承认 担心自己愚蠢 以至于看不到自己身上穿的衣服 他也害怕城里的人认为他是愚蠢的 当然 城里所有的人都狂赞皇帝的新衣是何等的华丽 因为他们也不敢承认看不到衣服 直到有一个小孩说到 他确实什么也没穿啊 小孩的父母吓得喘不过气来 试图堵住他的嘴 却无法让小孩沉默 他扭动着身子 推开父母捂他嘴的手 继续说道 皇帝光着身子呢 很快 他的几个同班同学也一起咯咯地笑着说起来 过了一会儿 大人也加入了孩子们的行列 开始焦头接耳 孩子是对的 这老家伙的确没穿衣服 他是个傻瓜 希望我们受他的愚弄 美国人到底在想什么 弗兰克 博士 博士是一位受尊重的民意测验者 是耗卖美国民意的人 2009年 他在自己出版的著作 美国人到底在想什么 What Americans really want Really 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调查问题 如果你必须选择 你是喜欢当一名企业老板 还是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调查结果如下 80%雇用100人或以上的企业老板 14%雇用超过1万人的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6%不知道或拒绝回答 换句话说 今天的美国人想当企业家 问题是 我们的教育系统正在训练我们的孩子当雇员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教师和家长会不断地说 上学就是为了找到一个高工资的好工作 很少有父母或教师说 上学就是为了将来为社会创造N多高工资的就业机会 雇员所需的技能和企业家所需的技能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大多数学校不讲授成为企业家所要掌握的技能 伦慈博士发现 全职的公司员工中 有超过70%的人正在考虑或已经考虑过要创办自己的企业 许多人梦想成为创业家 但很少有人能自信地跨出这一步 财商教育的缺失是大多数人仍然为别人打工的主要原因 因为没有接受过财商教育 大多数雇员害怕失去工作 害怕失去稳定的工资 说白了就是害怕失败 财商教育及其所带来的转变是创业家所必须的 别再提MBA了 伦慈博士继续指出 那么如何让一代美国人为创业成功做好准备呢 别再提什么MBA了 大多数商学院只教你如何在一个大公司中取得成功 而不教你如何创办自己的公司 但是从零开始创立企业 并且随其生长不断地培育 从而使得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 扼杀美国人的梦想 美国人总是想当企业家 移民美国的人都是被美国梦带给他们的希望所吸引 有些人为此忍受了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 无数逃离欧洲国王和王后 及其他专制政权独裁者统治的人 只是为了寻求美国梦 他们的美国梦 正如伦慈博士描述的那样 美国梦是从零开始创立企业 并且随其生长不断地培育 从而使得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 我们的学校似乎已经不记得美国梦了 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体系将学生培训成A等生 未来的学者或B等生未来的官僚 而不把我们的年轻人培养成C等生 及未来的资本家capitalists 此外 恰恰是这些C等生常常会走上创业之路 高举资本主义的火炬 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 如果问一下当今的企业家 很多人会告诉你官僚主义正在积极地摧残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 他们还会说许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不具备当今职场所需要的技能 事实上 许多人对资本家持有一种恶意的看法 仇视资本家2008年美国主要的创业思想库考夫曼Kaufman基金会委托伦茨博士设法搞清楚美国人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 通过调查 他发现国民是尊重创业家还是仇视首席执行官 很难区分哪一种情绪更强烈 美国传统烘焙食品生产商女主人品牌Hostess Brands旗下包括加线面包Twin Peas和神奇面包Wonder Bread等知名面包品牌 2012年11月女主人品牌关闭工厂申请破产保护 其首席执行官声称由于工会提出了较高的工资和福利要求公司被迫关闭 更糟糕的是公司关闭不仅会影响到1.8万多名员工 1.8万个家庭同样会受到影响 如果平均每家有4口人的话影响人数就会猛增到7.2万人 这种联谊效应会从每个家庭扩散出去 涉及学校和企业比如牙科诊所杂货店干洗店零售店汽车修理店 甚至是教堂并最终影响到社区的其他部分 此后披露的事实表明 女主人品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及其团队成员 为他们自己列支了几百万美元的遣散补偿费 难怪现在美国人痛恨首席执行官 他们中的很多人毕业于顶级的商学院 这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 我们的商学院就交给了他们这些 很遗憾还真就是这么教的 很多最聪明的学生继续去商学院深造 以求获得MBA学位 之后作为雇员而不是创业家 开始沿着公司的管理阶梯向上攀爬 他们的最大报复就是成为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或高级管理人员 首席执行官不是资本家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 我将写到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不是资本家 这是事实 大多数首席执行官和公司高管属于职业经理人 是位真正的创业家如史蒂夫、乔布斯、托马斯、爱迪生、沃尔特、迪士尼和马克、扎克伯格等打工的人 他们在公司中没有个人的股份或投资 有趣的是 爱迪生和迪士尼没有上完中学 而乔布斯和扎克伯格则是大学没有毕业 A等生大多数毕业于顶级的商学院 因为受雇于人 他们变成了职业经理人 而没有成为真正的资本家 正是这些学习成绩优秀 又领着高薪的职业经理人败坏了资本主义的名声 可怕的职业经理人在美国人到底在想什么艺术中 伦慈博士指出 在当今的世界 资本家很吓人 资本主义对于大笔一挥让上万人失业 且同一天还能领取上千万美元补偿的首席执行官束手无策 可悲的是 许多人不理解职业经理人和真正的资本家的区别 试想一下那些首席执行官 他们薪酬丰厚 而无数的人却要失去工作 家庭及他们的退休金 这就是我们的学校 向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所传授的东西吗 答案还是yes 我们的学校在为资本主义抹黑 因为他们讲授的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令人可叹的是 当小强尼或小苏西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受雇于一家财富500强公司 26岁时收入达到了6位数 并开始攀爬管理阶梯时 多数父母会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被培训成了职业经理人而自豪 而对自己的孩子未被培训成像史蒂夫 乔布斯或托马斯 爱迪生那样的真正资本家莫不关心 如今 我们面临着一个全球性危机 因为 学校更加关注贪婪 而不是慷慨 学校讲授我能赚多少钱 而不是通过向别人提供服务 我能赚多少钱 学校讲授如何找到一个高薪工作 而不是讲授如何创造众多的高薪工作岗位 学校讲授如何在公司中出人头地 而不是讲授如何创立公司并设定其管理阶梯 学校讲授工作保障 而不是财务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雇员生活在对失去工作的恐惧之中 学校很少或不讲授金钱 所以 现在很多美国人相信应得权益计划 Entitlement Programs 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 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 是联邦政府为65岁以上老人 或任何年龄的残疾人 以及肾脏病晚期患者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 义者住等 无数的人选择在政府工作或在军队服役 他们的目的不是为国家服务 而是退休金和医疗福利 新的经济大萧条 2007年 世界又领教了新的经济大萧条 产生这种现代经济萧条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些如下所述 1.政府抄印钞票 2.个人借款和政府借款高达数万亿美元 3.美国应得权益计划 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的资金不足 但应得权益心态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增强 4.较高的年轻人失业率和学生住学贷款 降低了学生的诚信度 5.经济全球化 由于新兴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较低 造成劳务输出导致本国工资降低 你的孩子将要面临的就是这些问题 皇帝没穿衣服因此 父母应当问的问题是 学校让我的孩子做好进入现实世界的准备了吗 答案是NO 那么情节就复杂了 因为安徒生在其1837年的童话故事 皇帝的新衣中警告过我们 很快 皇帝没穿衣服的说法 就一传十 十传百地在人群中散播开来 每一个人都在喊 皇帝没穿衣服 当然 皇帝听得一清二楚 虽然他也知道他们是正确的 自己的确是一丝不挂地走在全体阵民面前 但他还是昂着头完成了寻游 在我看来 教育体系不可能承认 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做好迎接现实世界的准备 那就等于是承认失败 而我们都知道 失败对于教育体系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 学校认为你的孩子不够聪明 但它确实只能 意味着你的孩子没有按学校的要求去做 缺乏财商教育 你的孩子犹如光着屁股离开学校 他或他可能是一位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 但他们就会像那位皇帝一样度过一生 童话再继续 虽然皇帝知道自己赤身露体 但从来不敢承认这一点 因为一旦承认 就说明他太过愚蠢 且不适合当皇帝 他害怕城里的人认为他愚蠢 我们的学校永远不会承认 他们没有让你的孩子 为进入现实世界做好准备 那就该由父母负责 给他们的孩子 传授进入现实世界 所需的财商教育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也是最重要的老师 家长们要让孩子们知道 现实世界是靠金钱来运转的 现代版的汤姆 所压力险记 The Adventures of Tom Soyer 马克 图温 Mark Twain 前沿 唤醒孩子的理财天赋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一部分 学校为你的孩子迎接现实世界 做好准备了吗 第一章 教育正面临危机 教育正面临危机